《十七明報》 現時放選基金劉爾雄市抗跌力而占被 A股 H股可低撈 2015年7月10日每日理財B 07理財專題龍彩下中港股市 近期帶上大落,投資者如何處理個人股票投資組合呢? 作為中國股票基金經理又如何面對呢? 索銀環球資產管理環球新興市場及下泰區股票基金經理涉賓表示 基金投資策略是以價值認爲主,即使經過今次大跌市 看好股份仍然不變 香港總經理黃展威也認爲 投資者可趁調整買入中國股票基金 但選擇基金時最好是主力投資香港 H股 而A股佔組合20%以上則不易選擇 因爲A股市場暫不看好,而且波動也大 黃展威認為,中國股票基金中的投資組合主要是 H股,亦會滲入A股,但佔整體比重不超過20% 他建議現時A股市場較波動 投資者欲襯調整吸納中國股票基金 需要嚴選投資策略基金 投資者可留意過去歷史表現 若基金經理在面對大跌市時基金表現還可以跑贏大市 而在大市上升時當然要優於大市 也要看看基金的表現是否穩定、跑贏同柴及指數 以上因素是看基金經理在選股及管理風險的能力 若大部分也做到財屬優質的基金 蝶市對藍籌影響較輕微黃展威表示 投資者可直接到各基金公司的網頁 查看每月基金報表 雖然該些數據軍事滯後資料 但從基金十大持股、投資行業分佈 可以知道基金經理的投資取向 最好多看過去半年資料 從而知道基金的變化 以及在跌市的策略 近期中港股市下跌最好吸投資者 比較基金在紅市的抗跌力 另外,一些基金可能主要買國企及此成份股 但表現未必會跑贏指數 教ETF收取較高的管理費 投資者要留意 施賓表示 今年投資策略沒有太大改變 更證明選股策略是對的 因爲一向看股份估值而作為買賣策略 在過去多數買入市南籌股 在今次跌市中受影響不大 也看到其長遠價值 同時,不見太多客戶屬回基金 相信香港投資者較成熟 中國長先仍然吸引 他指出H股的股值連儀 但問題在於市場信心 他認為股價有調整 會是低級的好時機 純銀 仍看好國藥科網監於中國沒有外債負擔 反而外匯儲備龐大 國內儲蓄率高 貨幣受控制 資本像基本上封閉 企業盈利方面 由於中國經濟放慢 加上全球經濟不明朗 企業盈利略為轉差不難相像 然而 市場已率先反映盈利不明朗的因素 黃展威認為市場已超賣 股價已反映了大量可能出現的不利因素 施賓表示 今年仍然看好醫藥 科技及保險股 看淡銀行 公用及電信行業 不過 他認為最差程 G應該幾見 早前A股情泡沫 但在調整後 有實力企業股值變得吸引 他不擔心外資離棄中國市場 主要是中國經濟層面沒有基本變化 貨幣仍然寬鬆 只要有市盈率及有機遇 不相信影響外國投資參與中國市場信心 當然 在股市不明朗因素也會影響房地產市場 但他相信不會將日本八十年代泡沫情G 對中國舊市仍有信心 今次大調整時A股槓桿太高及流動性問題 經過今次調整令投資者更易適度投資風險 不少企業在大跌市申請停牌 他擔心時企業申請停牌 可以避過在大跌市中股價急跌 但有些公司萬一將旗股權抵押作投資 當伏牌會如何反應 也是不明朗原因 龍彩下明報記者